对 我的姓可能真的是 我觉得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就是 我不是 真的不是我 那时间轴也不可能是我 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出道 艺人贾永杰满脸无奈地说出这句话 就是因为日前黄紫娇毁灭市 大开地图泡爆料 说贾新艺人当年对他穷追不舍 让大票网友点名就是贾永杰 不过他21号出面否认 而黄紫娇老婆孟耿如产后付出的第一档戏 也已经主动请辞 但不止老婆连黄紫娇自己都自身难保 主持人蔡上华出席仲夏旅游节记者会 但其实原本主持人应该是黄紫娇 因为性骚风波丢了主持棒 不过有民众笑说 这张代言才是真正的切割 包倒眼镜的广告不调 人脸被挖了一个大洞 他是谁看看底下的签名 原来就是黄紫娇 对此行为包倒眼镜表示不方便回应 我们也要在公开见证之下 交换誓词 黄紫娇主持了两季的婚礼歌手 原本今年7月就要准备开拍第三季 目前全面停摆当中 另外手上一共五档节目也都宣布停录 一个月收入至少损失440万元 谁有机会进入冠亚军赛呢 黄紫娇在2016年砸下1.2亿元 买下123瓶新家 推过一个月至少还要负担 六位数房贷 如今代言主持全停摆 事业豪宅可能都不保 三立宣王陈吴嘉宇台北 双方报道